透过不同的创意 带您一起来欣赏莲雾的摆编料理 莲雾糖浆做成清凉的气泡饮料免费试喝 还推出现烤的莲雾松饼 用创意让莲雾变身成千面女郎 以人的创意对抗天的考验 让民众知道莲雾不同的食用方式 从气泡饮就把它制成糖浆 跟气泡饮在夏天是一个很清凉的凉饮 那在菜的方面也把一些客家的元素 比如说客家肉燥 就是把梅干菜做成 我们把它做成汉堡 就是比较西式 那也把它做成提拉米苏 总共很多种呈现 那也把就是说客家的猪肉 咸猪肉呢 也把它做不同的展现 那跟松饼结合 未来就是说咸甜交汇 那在本地就是说很多 这样可以迸出更多的元素 那也就是说学生代理当中 也可以为家东去思想一些在地的东西 让它发展得更完美 因为从小其实我很喜欢吃莲雾 那莲雾它其实它的甜度 后来其实我觉得 因为跟西方的菜结合 就是说前菜它会用水果 其实我们在学生的教学当中 也是把这个带入 所以这次讨论大家就迸出很多思维 那就是说大家就结合说 我们家这个我们在试验当中 其实也是做菜是个化学变化 那激荡出来 这个盒最后我们吃起来 大家都也去试吃 就觉得也很荣幸可以去研发这个菜单 那学生也很快乐 专业的团队一起开发莲雾的加工品 学生们也在一旁帮忙制作松饼 热腾腾的松饼散发出迷人的香味 参与的民众大家都争相试吃 体验莲雾的不同风味 十方新闻 郭一文 许建议 屏东采访报导